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赵绍康和立委候选人赖世宝召开了AI科技座谈 强调未来AI一定要快点立法来规范 也要用科技打造台湾另做护国神山 不过近期有部分韩国瑜的支持者呼吁总统票投柯文哲 让赵绍康直说好奇怪 也回呛柯文哲有替韩国瑜讲过话吗 你觉得像吗 不像吗 第一次看到自己的AI人生 赵绍康多瞄了几秒 相不像没关系 因为主轴是要谈谈AI科技 赵绍康想从政策面复制发展 我觉得应该来推一个AI基本法 台湾下个世纪用什么 就是AI啊 因为台积电已经电离这么好的基础了 就不懂啊 像赖清德前阵说 哎呦我们现在跟香港差不多了 你怎么去跟香港比呢 台湾应该比什么 台湾应该设法做亚洲的戏骨 谭政舰不忘炮红对手 而近期国民党声势逐渐有起色 党主席朱一伦也说将趁胜追击 侯康佩不但稳健上扬 而且已经进入黄金交叉期 这个礼拜六在凯道 要进行全国的第一场的总造势 我们的中场会要移私南部 将在高雄 不但有这篇还要超越啊 否则选举怎么赢呢 但党内指标性人物 韩国瑜的支持者却有一部分 呼吁总统支持柯文哲 让赵绍康直呼太奇怪了 韩粉分的头发是没有道理的啦 柯文哲有替韩国瑜讲过话吗 有替韩国瑜喊过话吗 一只大声疾呼 要朱立伦提名韩国瑜当不分区第一名的 是我啊 所以韩粉当然总统应该支持我才对啊 这比较有道义嘛 韩国瑜他们自己都觉得也蛮奇怪的 全情紧绷 赵绍康努力争取泛滥选民回归 杰统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